早上七點十七分來到我們的氣象時節 今天早上起床出門的話 若你晨起運動會發現天氣和前兩天比起來有一些微涼 這氣溫會稍微的往薩滑 中的天氣還會有變化 把深鏡頭交給四豪 四豪早安 哈囉 中午早安 大家早安 不知道從從跟其他的朋友們 有沒有在這個昨天晚上聽到春雷的聲音呢 中部以北到東半部地區 確實有一些封面掠過之後呢 也在今時這個節氣之後 響了第一聲的春雷 這也是氣象局長證明點在臉書上PO文 有網友拍到的照片跟他分享 局長證明點也說了台北終於有春雷了 這個地區是這個網友PO在這個臉書上跟大家分享的 攝影者是黃安新黃先生 地點在新北的觀音山這裡 你可以看到在觀音山上頭 他就拍下了這個閃電的瞬間 然後昨天晚上在新竹苗栗等地 也有一些春雷打雷的情形 也下了一些陣雨 但這個雨勢沒有到太大了 只是有些雷聲 然後有些水氣下下來 現在封面快閃通過當中 所以你看到了雷打回波圖 其實主體結構雨勢比較猛烈的時間點 已經慢慢的東移出海了 不過後續還是有一些封面的雨勢 是比較微弱的或是尾端的 在今天上半天依舊有一些陣雨的情形 過去石雨量跟累積雨量還OK啦 石雨量在雙溪跟新電只有一毫米 累積的也沒有到太多 昨天到今天在台中的山區 新北的瑞芳稍微多一點點 雨勢快閃行的影響半天到一天的時間 下半天水氣確實就是有感的緩和之後 哇這個涼的空氣 在今天白天也會稍微下來 有一點東北季風的感覺 但是北台灣東半部限定 尤其北台灣降溫的幅度會比較明顯一點 溫度降雨你可以看到今天水氣 除了封面掠過之外 還有在山區 東台灣午後有一些零星上的陣雨 今天以東北風的形態為主 所以北台灣昨天30度高溫 今天剩下22度囉 所以降幅大概有6到8度左右 東台灣稍微涼一點點 中南部降溫的幅度 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感受 日夜溫差還是蠻大的 雲層量中南部比較多一點點 明後天雲層量也比較多 但是水氣相對來說比較乾一些 東北季風呢 北台灣東半部地區稍微涼了 不會到太冷 所以一件衣服的差距稍微增減一下 空氣品質 南台灣還是橘燈的 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雖然6日雨傘量比較多 天氣轉東風有回穩了 而且有一點回溫的感覺 但是下個星期確實 天氣系統是比較複雜的 會抓了一張下週二開始 下週一開始的地面天氣毒 週一開始你可以看到長長的封面 慢慢的靠近當中 週二封面掠過了 這一波的封面 下一波的封面下週可以說是比較有短波型的封面 雨勢是消消漲漲的 延續的時間可能比較多 尤其在週三開始你可以看到又有東北季風 下來之後這一波的季風跟封面 都比這一波今天的昨天的還要再強一點 所以下週天氣比較不穩定 有一些模式上的水氣是比較久的 有來到四到五天都有可能 然後降溫的幅度台北車站大概是東北季風 15度的低溫左右 所以跟前一週前兩個禮拜的天氣呢 確實有些比較不一樣的感受 要有心理準備 下個星期呢 再衣服的增減 雨季的期待 尤其中部以北跟東漫部地區 要格外留意囉 下時間交給長松 好 今天的降溫是在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比較會有感覺 而週末的時候天氣回穩好轉 不過下週又有封面來襲 提醒你要多加留意天氣的變化 再次感謝絲毫